作词 李宗盛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 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若活活活死 总是主的人 所以我们若活活活死 总是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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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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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祝福 李宗盛 我们若活活活 我们若活活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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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八十篇八至十九节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讲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他就深深扎根爬换了地 他的影子遮换了山 枝子好像阶尾的香柏树 他发出枝子掌渡大海 发出万子沿渡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尼巴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临终出来的野猪 把他租踏 野地的酒壽拿他当食物 曼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知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 他们因你脸上的露容 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念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根据启导本诗篇注释 诗篇八十篇是一篇为国祈祷诗 国土为敌人侵入 求神拯救 全诗分为四段 今天的经文八至十九节分为两段 八至十六节用葡萄树的比喻 说明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处境 过去葡萄树深深扎根 爬满了地 枝子好象街尾的香柏树 现在葡萄树的尼巴被拆毁 野猪将它踐踏 野地的酒壽拿它当作食物 十七至十九节诗人求神 复兴以色列国 诗人说 万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随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枝子 此刻 愿意我们继续为国家远离神心意的国难中 好似以色列文 求神保护他右手所栽的枝子 求上帝使我们回转 求神的念发光 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得拯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代之下》 《29章》1节至36节 希西加25岁登基 在耶路撒冷执政29年 她母亲叫阿比雅 是撒加利雅的女儿 希西加效法她祖先大位 做耶和华视为政的事 希西加元年一月 她开启耶和华殿的门 重新收殿 她将众祭师和利美人 招集在东边的广场 对他们说 尼美人啊 请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也要洁净你们祖先的上帝耶和华的殿 除去圣所中的污蔽之物 我们的祖先行事不忠 做我们的上帝耶和华 看为恶的事背弃她 转念背向她的居所 他们封锁殿囊的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所里向以色列的上帝烧香 献凡祭 因此 耶和华的列路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使他们的遭遇令人恐惧 震惊 痴笑 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死在刀下 我们的妻儿也都被怒去 现在我决心要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纳约 好使祂的列路转离我们 我的孩子们啊 不要骸台 因为耶和华简选你们站在她面前侍奉她 向她烧香 于是 利美人开始功绩 其中歌壳宗族有阿玛塞的儿子 马哈和阿撒利亚的儿子若义 米拉利宗族有阿伯底的儿子基士 和耶哈利勒的儿子阿撒利亚 格顺宗族有申马的儿子若亚和若亚的儿子伊甸 以利撒反宗族有申利和耶利 阿撒宗族有撒加利亚和马探亚 希曼宗族有耶蝎和士妹 他们召集其他利美人一起结症自己 并遵照王的吩咐和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结症耶和华的殿 祭司们进入耶和华的殿 将所有污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儿子里 然后再由利美人运到外面的吸轮溪吊吊 他们1月1日开始结症的工作 到1月8日已经结症到耶和华殿的走廊 又用8日结症耶和华的殿 1月16日完成结症的工作 然后他们进见希西家王说 我们已经结症了整个耶和华的殿 梵祭坛以及坛上的一切器皿 共饼的卓子和卓子上的一切器皿 我们已经备齐阿哈斯王 对上帝不忠时所废弃的器皿 并结症了他们 现在都放在耶和华的坛前 希西家王清早起来 召集城中官员一起上到耶和华的殿 他们牵离七头公牛 七头公棉羊 七只羊羔和七只公山羊 作国家 圣所和犹大人的赎罪制 王吩咐做祭司的阿伦子孙 将这些伸促献在耶和华的坛上 他们宰了公牛 祭司取过血来洒在坛上 然后宰了公棉羊 并将血洒在坛上 又宰了公羊羔 将血洒在坛上 有人将作熟罪制的公山羊 牵到王同回众面前 他们就将手按在公山羊身上 祭司宰了公山羊 将血洒在坛上作熟罪制 为所有以色列人熟罪 因为王吩咐要为所有以色列人 献上凡祭和熟罪制 王又吩咐利美人在耶和华的殿里 敲拔、鼓塞、弹琴 正如大卫王 王的先见加德和先知拿丹的指示 即耶和华即先知所吩咐的 利美人拿着大卫的乐器示纳在那里 祭司拿着浩角、示纳在那里 弃世家下令在坛上献凡祭 开始献凡祭的时候 伴随着浩角星和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声 响起了众餐耶和华的歌声 全体会众伴着歌声和浩角星苦伏敬拜 直到献完凡祭 献完凡祭后 王和所有在场的人都苦伏敬拜 弃世家王和众官员又吩咐利美人用 大卫和阿撒先见的诗词 重赞耶和华 他们欢喜的歌唱并低头敬拜 弃世家说 你们既然已经将自己欠给了耶和华 现在就将祭物和感恩祭 带到耶和华的殿里来吧 于是 回众就将祭物和感恩祭送来 有些人甘心乐意地送来梵祭 回众欠给耶和华作梵祭的有七十头公牛 一百只公棉羊 二百只羊糕 欠为生物的有六百头公牛 三千只绵羊 但祭司人数太少 剝不完梵祭生的皮 于是他们的亲属利美人就来帮助他们 直到献完梵祭 并且别的祭司也结淨了自己 因为利美人比祭司更诚心结淨自己 他们献上大量的梵祭 以及很多平安祭祭生的脂肪 和与凡祭同献的殿祭 从此 耶和华的殿里的侍奉恢复了 希西家和民众 因为上帝为他们所做的而欢喜快乐 因为这件事情很快成就了 希西家王召集中祭司和利美人要结淨自己 并结淨耶和华上帝的殿 从圣锁中除去污蔽之物 因为他们的列祖犯了罪 行耶和华上帝眼中汗为恶的事 离弃祭祂 转念背向祂的居所 封锁罗门 吹灭灯火 不在圣锁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凡祭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同耶路撒冷 希西家提醒祭司和利美人 上帝的愤怒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神圣的职份 荣耀性所存着污蔽之物 去逼他们不可以鞋台 要除去这一切的不洁 求主怜悯信徒 忘记了自己既忘神简选 亦有君尊祭司的身份 在持守圣洁的心思、意念、行为、 侍奉以至生活上 鞋台行懒 吸那恶者留地步 结果一步一步陷入犯罪作恶之中 求主叫信徒不要轻看个人的犯罪 因为他不但影响己身 更可污蔚神的圣所、基督的身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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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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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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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言二十章十二节 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做的 针言指出能听的耳能看的眼两者都为耶和华所做 求神的灵每日刷亮我们的眼睛 能够以熟灵的眼睛看清一切的黑与白 用我们的双眼阅读祂的话 又打开我们的耳朵 能以明辨的耳朵分辨一切的是与非 用我们的相以谦卑听入 神向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中文字幕——YK 7月31日灵修思考问题 罗马书十四章七至八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若活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我们若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这一个提醒怎么样帮助你 面对所拥有的时间、健康、财富、资源 怎么样面对人生里面的各种祭遇 如何面对生命的无常和死亡的阴霾呢 亲爱主 感谢你提醒我们不论是死或活 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 为主而死 也都为主而活 求主叫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中 都认定自己是属于主的人 祈祷为奉耶稣基督 復活有得性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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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